欢迎你回到范瑞姐意想事件 我们这个小时来访问 这是我这个可以说是我的 这个不能说是至亲 但是绝对是好友 而且是有四个字放在他身上 绝对是可以的 第一个叫财气纵横 另外一个是高大音挺 来我们来欢迎蔡思平 思平好 哈喽哈喽 这个财子Jerry你好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范可卿先生是我这个 从小仰慕着 又来广告界的财子 我跟你说我们只是在广播上 讲两句话 不要用一种非常可怕的 洗肉丝来洗肉对吧 今天视频呢 我最近在拜读他这本书 你一看他这本书 你就觉得这个人真是财气纵横 你知道这个古时候 有一位很厉害的一位 他今天要讲的这个 很厉害的大词人叫李后祖 好吧 李后祖他跟他聊 可是你知道他这个 通过李后祖留下了一些词 但是你知道蔡思平到他手中 这个词就变成一本书了 哇靠这个讲到一个李后祖 他可以厚厚的写了多少页 我看一下 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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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四季而已 对不对 各位听众朋友 有读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来我们请这位诗品 来谈谈慈王 对不对 一代慈宗 一代慈宗 对不对 好来 我们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时候念过书 唐诗诵词 对对 圆曲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流行的 对不对 到现在这个时候就流行 rap 对不对 请问一下 我身边没有什么人 我可以问这么高深的问题了 来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这个反正谢谢可卿 这个范可卿 这个老朋友 这个让我有机会来聊聊 我的新书李后祖事件簿了 词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 大家讲唐诗诵词 圆曲 可是事实上只是一个概略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唐朝的时候诗是主流 诵朝的时候词是主轴 圆朝的时候曲很流行 但不表示说 唐朝没有人写词 宋朝没有人写诗 圆朝没有人写诗写词 对不对 并不表示没有 可是真的也很有趣 这个例子 大家说起来就比较复杂 那是中文系研究的了 就是说宋朝人写的诗 真的就没有唐朝人写的 普遍写的好 因为宋朝人写的词很干涩 就是他 那个钱宗书就说 宋朝的词就变成是 讲义里讲太多 讲道理讲太多 诗讲的 宋朝的诗 他们讲义里讲道理讲太多 不像唐朝 你看唐朝的 李白啊杜甫啊 有感情有叙述 他非常多样 那可是宋朝的词就不一样了 宋朝的词就一定程度的 代表了宋朝的文化人 文人知识分子 作家最厉害的部分 那宋朝的词 其实在唐朝也有 李白就有这个 这个这个 写过两首很有名的 李白写过词 他写过这个 可是只有这几小 然后整个唐朝的时候 在唐朝中期的时候 词还叫诗语 我来书里面有讲叫诗语 就是语就是厨语 你讲厨语你就懂了 就是诗剩下来的 意思就是说 写诗的人呢 他主力不会写词 那谁在写词呢 其实就是流行歌曲 所以王国威后来写了 人间词画里面讲说 李后主为什么重要 李后主是把唐朝以后的词啊 从灵宫之词 转变为世代夫之词 灵宫是什么灵 灵就一个人之旁 一个令 古代的那个乐诗啊 乐诗啊 我现在说法就是拿卡西啦 对就是拿卡西的师父 在那边唱歌 然后呢 他需要歌词的时候 拿卡西转成茄子蛋 对对对对 转成茄子蛋 茄子蛋就对了 然后文青就开始 文青就开始喜欢了 对就喜欢了 在那之前没有 文青呢就不会喜欢词 不会喜欢词 他就觉得词就是什么 大家去唱歌啊 今天比如说 我今天是剪场了 我在现场 哎范可卿来了 哎范可卿你有才气哦 来来来 你今天给我们一首菩萨蛮吧 那他把菩萨蛮的调子弹出来 然后你就要根据菩萨蛮这个调子呢 开始写啊什么什么什么 你写一首以后 他说啊写的不错哦 然后哎蔡世平也来了 蔡世平你也用菩萨蛮写一首 什么叫菩萨蛮 菩萨蛮就是那个曲的词的词牌 就是那个 他因为词是唱的 所以他就像流行歌曲啊 他有一个词牌放啊 挂在那边 对 然后呢 他调子都一样 嘀嘀啦啦啦 对对对 就是有个这样的东西 叫嘀嘀啦啦啦 然后呢 乱哑嘀嘀啦啦啦 你就填五个字 你要填五个字 你就是这个意思 蔡世平真算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每一个词牌下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写 所以李后主也可以写语美人 范仲淹也可以写语美人 语美人都是指着这个调子 所以原来的时候 这些都只是唱歌用的 那你想的歌词 就不可能是夺高氧嘛 那文化人就是 偶尔来这边硬个场 比如说范可卿去啊 来了 然后到了酒家 然后酒家 那个酒家你说 哎呀广告这些才子 你帮我唱一首语美人吧 可是你不可能写什么 这语美人讲说 我们的国家 在这样的处境风雨飘摇 你不可能写这个东西吗 不可能写这样 无言独善 西楼月如沟 这都已经太高氧了 太高氧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都是后来 都已经高雅的词了 原来的词就是那种唱歌 然后你请我农妹啊 高雅的歌 可是呢 词到了 就是舞女那种 就是类似像这样 对对对对 自己说不要超过20 游来游起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可是词到了晚唐以后 到了这个西蜀 到了南唐 就开始慢慢变了 变了 唐朝王了嘛 对 国破家王 整个大局非常的混乱 写诗你看到没有 不能治国 搞一点词 然后词写词 然后就开始用词来讲一些 内心的悲愤啊 忧怨啊 所以到词到了南唐以后 就开始变了 就慢慢的从流行歌曲的歌词 转换成什么 张洪志啊张大春 然后他们开始写歌词了 就这个意思 我懂了我懂了 我懂了 就跟什么小野他们呢 这个洪志他们开始进入了电影 没有就金庸写词了 就类似像这样 对不对 那整个的曲调就从一个 我们台湾的民歌也是这样子 应该是梁启超 去写武侠小说 金庸去写歌词 对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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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葛清呢 就开始进入到广告圈 类似像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讲的是 虽然是半开玩笑 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文化人呢 他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这个领域 那这样有趣了 唐诗诵词 圆曲 对不对 曲表是更是这种音乐系 他更生活 更生活化 更跟大众的结合 那所以你讲的是没错 从唐 因为唐诗本来也能唱 那就 元明清嘛 对不对 明朝就没东西 明朝清朝 他们的就都混着了 这前面这几个 几个东西都混在一起 就没有变成大宗了 他并没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 可以标志的 也没出来了 明朝以后就小说嘛 三国演绎的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红楼梦》 清朝的《红楼梦》 搞那边小说来了 小说出来了 小说出来了 没错 你看人类的 它的发展就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有一个特性在 到了民国就白话文了 民国就白话文了 文学了 文学了 都出来了 对对对 电影了 电影就跑出来了 对没错 懂了 人类的大脑是这样演进的 就是它是个演进的过程 但是就词的变化里面 其实也很有趣 就是说因为诗原来都是一个 固定的句法 比如说我们像五言七言律师 那个句子是固定的 对 可是假的固定的时候呢 对写 对想表达感情来讲 有时候很烦啊 我一定要用七个字 七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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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字 歌仔细不是也是这样吗 对啊 可是它的表达感情上 它就有一定的 有时候会有限制 有限制嘛 那它最后词就变成 词是长短句 词可以变成 我有时候两个字 有时候三个字 有时候七个字 七个字 对 有时候可以九个字 我九二三三 这样子可以变化 变化就出来了 所以它的词就变成 对于文人来讲 它的表现会更自由 各位听到没有 欢迎收听 中广范葛清 范瑞吉的异想世界 这么多年来 最有水准的一次专访 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来宾 不一样 对不对 各位一开始就知道 搞了变化 你懂了没有 唐诗诵词原曲 到了明朝的小说 清朝小说散文 到了明国展 你看没有 蔡世平一讲完 行家一出售 便知有没有 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吉的异想世界 你一定听过 邓逸君的什么 无言独上 西楼月如沟 这些的歌曲 那个歌曲并不是有 你知道填词人是谁吗 这个已经是 几百年前 一千年前的一个 作词填词的人 叫做李后祖 这个一代词中 南唐最后一个皇帝 南唐最后一个皇帝 然后当了宋朝宋太祖 跟宋太宗的俘虏 基本上就是在宋朝的底下 在宋朝底下过了 前朝的 前朝的一个皇 一个国王 过了两年多的岁月 岁月被他俘虏 被毒死了 就被毒死了 这就是李后祖 他本名叫做 李玉 李玉 也可以叫自李崇光 也有人叫他李崇光 李崇光 李玉 显然宋朝的皇帝 没有对他很礼遇 宋朝皇帝 因为什么 第一个南唐 是南方第一大国 第一大国 在哪里 在南唐 他大概就在范围 他首都是现在的南京 南京 江苏 浙江 他很有钱的地方 对 有钱的南唐 非常 所以为什么 宋太祖有一句 很有名的话 就是冲着南唐讲的 就是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憨睡 很有名的这句话 老大在睡觉 你在旁边打呼 我睡觉的地方 岂容他人憨睡 憨睡就打呼 因为当时南唐就一直跟他 希望他不要打他 能够求和 我做小的 给你称臣就好 可是宋太祖 最后还是讲了一句话 就是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憨睡 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样 在我睡觉的床边 中国人 你在那边一直打呼 诗平啊 中国人就最喜欢搞两个字 统一 对不对 宋朝是这样 是不是 对对宋朝是这样 什么事情都跟人民讲说 我们要统一统一 大江山一定要统一 绝对不可以让人家偏安 对不对 所以你讲的没错 就说就中国的历史来讲的话 他在晚唐之后 到这个宋朝出现 中间有52年 叫做 叫做这个 五湖十六国 不是讲说 五代十国 我刚才一直跟前面搞混了 他只有52年 五代十国 就是后梁后唐 后晋后汉后周 后周就是被黄袍加深 加给了宋太祖 赵匡应 所以他五代 五代就只有 总共加起来52年 乱得不得了 再加十个国家 很乱 乱得不得了 南唐是江南 长江以南第一大国 第一大国 有钱 有钱 我们先跟大家讲关键字来了 有钱 有钱 然后李后祖是王 王 然后他是最后一代王 然后他是南唐的第三代 富三代 黄三代 所以第一代爷爷打天下 二代爸爸就开始收集各种的珠宝 金钱 书长书 给他聘合老师 所以他出身就是含着金汤池 能够懂音乐 他可以做词写音乐 然后写书法画图 他都行 画画 但就是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 几城市干戈 他就是不会治国 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 对 但基本上不是一个佣军 也不是一个佣 他人很好 人很好 对百姓也算温和 也温和 所以他死的时候 消息传来 江南的父老就沿街巷弄里面这样哭 那个记载是这样的记载 就表示大家还是很怀念他 对对对 有开直播给大家看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角度就是 开个直播 大家看 街上的父老在那边哭 哭 对不对 跟这个蒋中正总统故事的时候 那个沿街都有在那个跪在那边的 很像 是不是 对不对 就沿街上都有人这样子 在那边送他 没有 应该讲英国女皇 也可以 对不对 类似这个意思 对对对 所以 第一个有钱 第二个是被爸爸妈妈 被爸爸 情急书画 样样精通 对不对 但是很可惜 然后他也是一个 照理说应该是很多 这个飞病了 这个女人了 他的女人缘倒是还好 最有名就是大周小周 大周后小周后 那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 就是大周后是他的太太 小周后是他后来大周后的死了以后 大周后的妹妹 妹妹 他又娶了这个小周后 小周后运气比较不好 因为跟着他当了俘虏 到了汴京 所以这整个来讲的话 这个他的感情世界 大概这两个人最有名了 OK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亡国了 他的亡国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 也是必然了 因为第一个呢 他的父亲 就已经把南唐 丢掉了一半的国土 就已经变得很小了 到他的 他当他接手的时候 第二个呢 那时候北方都已经差不多 打得差不多了 所以宋太祖 就是要往南边走了 所以他就手当心 时候到了 等于说他非要被 被吃掉不可 好像现在海峡两岸的状况 不要再做这种暗示 历史不一样 历史永远 历史都在不一样中 一直不停的重复 就是押韵 马克吐文说的 历史不重复 但会押韵 说的多好 会押韵 会押韵 要学会 马克吐文这种说法 讲历史重复 你就会挨骂了 重复挨骂 讲押韵 怪不得 蔡世平可以今天 押韵压了很多点了 但我写李后组 事件部 最主要目的是 想要告诉大家说 我用事件部的原因 就是有点用日本 日本人很喜欢 用推理小说 说事件部 我其实是想推理 推测出 推理出说 他不想死 因为他其实在 被围城了 快一年的时间 他速度说 他要殉国 就说他也没死 然后在从 他的首都 被抓到汴京的路上 古代你晓得 从现在的南京 开玩笑 上海你要到 开封这里 要走多久 南京走到开封了 历史上记载 是从大概十月多 走到隔年的一月 大概快三个月 船就是马车 慢慢走 慢慢走 在路上他要死 也随时可以死 他想办法自杀 他也是OK的 掘死也可以 对不对 轿子里面上吊也可以 跑出来跳水也可以 他都没死 那表示什么 他都没做 对 表示说他 其实他其实是想苟活的 可是问题是 我一直想解释的 就是说 那这样子的人 为什么到了汴京 那两年多 他就没办法苟活 宋朝的皇帝 也不是一定要杀他 并没有说一定要杀他 因为他是南唐的 最后一个国君 对宋朝来说 他有宣誓的作用 听说他写了一首词 激怒了 他写了好几首词 他到汴京的十几首词 都是他造成他一定会死的原因 对 因为别的皇帝被抓了以后 到了汴京 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 每一个都是小心翼翼 言必称无皇万岁 对 然后言必称说 我已经是大宋的子民了 对 只有他 对 只有他没事在那边 什么故国 一江春水向东流 故国往事不堪 回首越民中 整天都在讲这个东西 讲这个东西 那皇帝就觉得说 你跑到我的国家来了 现在已经变成我宋朝的人 而且每天上朝的时候 都还要 不懂得歌功颂德 不歌功颂德 他每天在讲以前的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 他在汴京的时候 整天以泪洗面 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就喝醉酒 喝醉酒 他说这个醉香入稳宜平道 此外不堪行 你看多惨 多惨 那可是呢 对宋朝的皇帝来讲话 就是说 我们大宋才刚开国 对不对 四海生平 你在哭什么哭啊 你每天就在那边 愁眉苦脸的 唱衰我们宋朝的国运 你讲的完全没错 所以对宋朝皇帝来讲话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历史永远都会 压运 压运 而不是走路 我们休息一下 历史都压运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一小世界 我们今天访问李后祖事件部 时隔一千多年之后 台湾第一大才子蔡思平 对他的这个解密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你不要放这种冷箭 你讲第一大我就会挨骂了 好不好 台湾名列前茅这样OK 好不好 前就是台湾第二大 但是第一名从缺的那个 来来来来 一千多年前有一个才子 跟蔡思平在今天相遇 那这个才子呢叫李后祖 你看我念一段他的词给大家听 春花秋叶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大家都听过吗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来欲切应游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 你看是不是 我们一千年后再读他也没有 也不格都懂 对不对 是厉害 他当年这个就是白话文 他就有白话文 他就相当的白话文 对不对 除了用了一两个字比较典故 其他就是白话 对不对 而且很浅显 是 所以他就是王国为 这个是他进了北宋 被俘虏 这已经是当俘虏了 当俘虏了 这个俘虏之歌 对不对 对对 你看就很知道 他讲的就是思念故国 而且对那个想念呢 你要问他说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这个就第一个是 他用了像李白的典故 对 就是 大江东去 不是大江东去 不是苏东坡 苏东坡 对不起 李白就是 我们就没学问 李白就是抽刀断水 水更流 借酒消愁愁更愁 那不是古龙写的吗 他这个就是 他用了李白的诗的典故 拿过来转换成词 所以他讲的时候 问君能有几多愁呢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这是写的好 一个是这 然后第二个呢 就来了 他的故国在南方 就是在南京 上海这边 故国不堪 回首怨音中 然后呢 他在汴京这里 春水向东流 那什么意思 他的心并不在汴京 心还是在往东 向东流向他的故乡 故国 这对宋朝皇帝来讲 心里面是会怎么想 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现在为止 还在想这个事情 你的DNA还是不肯改变成 变成我宋朝的人 要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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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老改 要再教育 再教育 赐死 赐毒酒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在南方一直哭 他在北方 他在北方一直哭 好你看 刚刚这个 Jerry叫我挑了一首 忘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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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名字 忘江南 忘江南 这是个词牌名 你看他的词写得多好 他说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环事旧时游上院 上院就是皇家的花园了 环事旧时游上院 车如流水 马如龙 马如龙的名字 就从这来的 就从这来的 没错 花月正春风 你看这句子多好 下面一句 多少类 断脸附痕疑 断脸附痕疑 什么意思 那痕疑 痕疑就是脸上的皱纹 然后你的脸流眼泪的时候 断脸嘛 断脸 那个眼泪 这完全在写画面 跟那个皱纹这样的 就很像那个水在那个田里面 那个田梗那样 隔子这样 因为他脸上有皱纹 然后横的跟 眼泪是往直的流 真的 所以直的跟横的 就交叉成像那个一片一片的 所以断脸附痕疑 下面一句多好 心事莫将活泪说 就你有心事 不能够跟着眼泪这样子 一起这样子 一起说下来 一起竖出来 为什么呢 奉生修相 泪死垂 就那个奉生 古代那个乐器 传统乐器 流泪的时候 也不要吹这个奉生 因为他声音比较哀鸣 最后说了 长断更无疑 断肠更无疑 就长着 你更伤心更难过 你看他的对句多少 你看多少恨对多少累 对 对不对 昨夜梦魂中 对这个断脸附和 最后是花月正春风 断肠更无疑 你看他就对句 很美 而且这个句子 基本上就是 现在我们再读 只要你认得了这个中文字 你就几乎都懂 对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浅显的文字 带出深厚的感情 这是我们讲的文学创作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留白留的很厉害 浅显 一直到今天 也只有茄子蛋做得到 茄子蛋做得到 或在广告圈里面的范可清 谢谢你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东西写的多厉害 真的 好了 我们来讲一件事 李后祖活了几岁 42岁 他42岁那一年 生日被赤酒 生日那天 皇帝赤酒给他 他非得喝不喝 我来说里面有讲 古代各位知道 皇帝赤酒这件事情 赤东西给你这件事情 真的是压力很大 因为你不晓得皇帝给你的事 到底是纯新是好还是坏 历史上有记载 那个明朝不是明太主杀功臣吗 其中有一个大将叫徐达 他打天下的武将 徐达后来身上长了一个蛆 他早年受伤 那个旧伤复发 复发以后皇帝知道了 你晓得古代 跟我们现在想法是一样的 你身上有伤的时候 不可以吃海鲜 第一个海鲜会发 第二个是不能吃鹅 鹅肉很毒 结果宋太 明太主就叫人争了一只肥鹅 针哦 针了一只 不是针的假的 是针 针主的针 针馒头的针 针了一只肥鹅送到他家里 所以皇帝赐给他 鹅 鹅 那你家看徐达 当然知道说 我身上明明有伤 然后你要吃鹅 那就是要我 对 而且皇帝赐这个赏识 你不能够说 不好意思 范可卿 说我今天很忙 我放在家里 晚上我回来再吃 不行的 他的钦差大臣就看着你 你要吃了以后 我才能回去交差 立刻吃 立刻吃 所以徐达是史书上记载 徐达是一边哭 一边交代后事 一边吃那个鹅肉 鹅肉很好吃的 可是那是应该全世界 徐达那天是最难吃的一个鹅肉 他一边吃一边哭 一边跟后人交代说 这个怎样 这个怎样 然后还还要讲说 你不能够 不能够抱怨肾上 肾上对我们大忌 对我们一家 怎么恩仲如塞 反正吃了就一定得葛屁了 他果然 他的隔夜当天 他的毒发而死 他的居发而死 史书上记载 那个身上长 就发了 然后那你说想想看 徐达就做错两件事 第一个身上长着玩意 就不要泄露出去 第二平常就吃素 鹅送进来就换成素鹅 你讲的后面这个是对的 前面那个就很难了 明朝最厉害的是东厂 东厂到处侦测 卡丞山长什么都知道 他当然知道 锦衣卫东厂 他们就像到处侦测 这个大臣 所以说你根本逃不过 逃不过皇帝的 对 那李后祖就被刺了什么 李后祖是刺了牵姬毒 牵姬毒 牵就牵牛花的牵 牵手的牵 鸡就是那个机器的鸡 但我们只是 在古代那个鸡是 织布的时候那个梭子 织布的上面 那个来回一样 这个梭子 梭子形状就很像一个摸字形 各位看看 摸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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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牵姬为什么叫牵姬毒呢 他意思就是说 吃下去之后呢 你会腹痛如脚 肚子很痛 你痛的时候 我们肚痛的时候 不是都会身体缩起来吗 缩起来 缩起来 暂时缩一下是没问题的 可是他那个痛 是一直持续的痛 所以他 他那个历史上记载说 李后祖大概痛了十几个小时 从晚上一直痛到隔天的清晨 他才死掉 所以死的时候 身体如一个 梭子那个牵姬一样 就全在一起 全在一起 就这样死掉 多惨 多惨 所以说你晓得 那个 那个 他死的时候 是质量是很凄凉的 那个死状 一定是很凄凉的 所以就是 这就说 那我们也讲了 这个为什么说 我要做事件部来推测 那就是他明明不想死 但是为什么到了宋朝那两年多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词呢 我就说嘛 那第一个就说 他真的就是文青嘛 文青的性格 使得他 他如果身在今天 就是方文山了嘛 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你方文山 方文山 问题是你如果是在一个 太平盛世 没事不要当俘虏 你写歌可以赚钱 对啊 可是他是俘虏啊 俘虏了还乱写 对还在写这些东西 对不对 写这东西 然后你写这东西 怀念故国的意思 就表示你对这个 亡掉你故国这个国家 你是纯着怨恨 对 抱怨嘛 这是逻辑一推都知道 对 所以宋朝两个皇帝 对他都很不爽 这就是今天讲的什么 望春风这种事情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 你讲的也对了 就是说我们在 某些政治的场合里面 看到大家会喜欢唱某些歌 对台语歌也是一样 台语歌或者是 有些人就唱一些军歌 另外一首 他都代表了某一种讯息 对对对 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好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一想世界 你看没有 这个听蔡思平讲历史 果然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 他这个学问丰富 我好像看到这个历史上 这个记载说 这个李玉好像他 有一个眼睛是 对 他的眼睛双瞳 项羽是两只眼睛 李玉是一只眼睛 双瞳的意思就是 他的瞳孔有双尘 这其实是一种DNA的 就身体的那种变异了 对对 变异 他有一只眼睛 有一个眼睛是双瞳 双瞳 对就是他眼睛 瞳孔那边有 他是双尘的 你可以想象说 李后祖他身为一个才子 对不对 家里从小的优渥的环境 对 然后琴棋梳化 对不对 他都行 他都行 而且史书上还记得 他应该长得不错 长得不错 很体面 人又闻 人品又很好 就是了爱哭 那爱哭也没办法了 他就没有像勾建复国那样子 对不对 他也没办法勾建 我心尝胆 对不对 还去闻皇上的排泄物 对不对 是不是 不错 讲得很好 没错吧 所以我再说 我在书中也讲 其实苏东坡就嘲笑他 苏东坡就说 因为他写了一个破阵子 那个一首词叫破阵 他意思是说 三十年 四十年加国 四十年加国 三千里地 那个山河 然后他说 他最后有一句话说 几城市干戈 他根本不知 从小没有 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 然后下一队 下一阵 他讲的是说 他的整个的生活的形态 最后国家要被灭亡了 仓皇慈庙 最是仓皇慈庙日 这句话也常常被老共拿来用 就是蒋介石在南京书的走的时候 仓皇 最是仓皇慈庙日 就慈那个太庙 祖宗太庙 然后呢 最后来两句说 那个慈禧太后 八国邻居攻他的时候 他就把他跑了 然后他那句话说 叫访游咒别离歌 就说你要跟那个太庙告辞 就等于要当俘虏 要被抓走的时候呢 叫访游咒别离歌 就你的宫廷乐队呢 还在那边演奏 就演奏说送离别歌嘛 要送行我的以前的皇帝了 最后一句 他说 挥垂泪对公额 就这句话被苏东坡骂了 苏东坡说 你有没有出息啊 你对不起国家 把国家亡了 对不对 你应该是要愧对你的人民 百姓 离开的时候 应该是挥垂对你的人民啊 对啊 就怎么对公额呢 对那些宫女 舍不得那些宫女 然后跟他们一一这样握手道别 对不对 苏东坡就骂他没出息 那我就说了 我说苏东坡 你骂错人了 他就是李后祖嘛 对嘛 他就是 不会打仗 个性温和 然后 然后他就不是项羽啊 对不对 项羽 哇 那就是豪气了 项羽在该下歌 你看讲的是什么 于兮于兮奈若和 对不对 最后就 自吻了 对 李后祖怎么可能是这种人 他一路上 李后祖还狗活呢 他一直想说 说不定就这样活着吧 到汴京 说不定还可以活着 没想到 他到汴京受到了屈辱 然后他又会写词 这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留下了李后祖 传世的大名 他到底写了多少词 大概现在能找 能找到他的词 大概是有四十多首 可是确定是他的 大概三十八首 因为古代没有版权嘛 所以有些词 他没有登记版权 对没有登记版权 所以有些词到后来是有的人认为是欧阳修的 有的人认为是谁的 为什么可以辨别出来 好神奇 他这个辨别多少考证 比如说你在某一些人的文章里面提过这首词 那他是最早的 那就有可能是他写的 他们都这样推敲 用旁证的方式 这要读多少书啊 对啊 可是古代人是这样做的啊 古代读多少书啊 很多人考证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他大概只有三十八首是比较确定是他 那可是最好的十几首 十一二首就是在汴京写的 那充满了悲痛伤恨 一定要悲痛 要伤恨 你很简单啊 恋爱的人会写诗 对不对 诗都很肤浅啊 失恋的人 写起诗来 写起文章就像哲学家了 哲学家了 对不对 与天地同碑 对不对 这就是天地同碑 恋爱的人都像白痴一样 每天蹲蹲跳跳 蹦蹲跳跳 是 在失恋的人就完全不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痛苦 让李后祖成为伟大的词人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个叫造就他这么一代词中 也要谢谢我们宋朝的大老板 也是啊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现在在想嘛 我在写这个李后祖事件部 我都常常会这样子 在文章中会提醒读者 如果他自殉国了 没了 没了 他如果没殉国 到了这个汴京开心过日子 对也没了 没了 那就是流产嘛 乐不思俗 对不对 也没了 然后呢 他如果到那边呢 写出来词呢 还是很烂 就跟他以前当皇帝的时候 差不多 那也没了 那就是会写词的李后祖就这样子了 可他偏偏那十几首词写到简直是扯人心肺 他扯人心肺才会招致杀生之祸 没错 没错 但是因为这样子而招了杀生之祸 孙力人 张学良 就既没写词也没写书也没写诗 所以还可以 一直活到最后老了 中老 活到比关他的人久 久 就熬出头了 熬出头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又在押运 我们又在押运 我们在押运 没错吧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要了解 要想办法活下来的时候 不要乱写 我活的比对付我的人 比害 比迫害我的人 比放弃我的人 活的久 千万 千万不要开直播 不要写脸书 只要写一点开心 写一点自己很笨 很蠢 对不对 就好了 然后关你的人 等他走了 走了 你就出头了 你就出头了 写出东西来 弄死他 对不对 我们又在押运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略节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其实 开心跟施饼聊天 你知道有学问的人 就这样聊 施饼像你这么有 肚子有料的人 对你身边的朋友来讲 对不对 大家应该是跟你讲话 都干嘛 都是学到很多东西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这学问是哪来的 总不会是抄袭来的 总不会是抄袭来的 学问 论文可以抄袭 学问怎么抄袭 你怎么样 你平常怎么读书 你告诉我 就是没事就喜欢读读书 以前从年轻的时候 就养成这个习惯 我年轻的时候 就很喜欢阅读文学 那只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很清楚的知道 说我想走法阵 我不想走文学的路 可是文学就变成阅读的习惯 你跟罗大佑一样 对不对 他走向音乐 音乐不是他 他不是 他原来走一 但我的兴趣是 但我的文学一直保持着阅读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也许可以跟所有朋友分享 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人生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斜杠的可能 一方面我的社会科学 法证我很有兴趣 可是一方面我文学的东西 我一直保持着 所以后来我写评论的时候 我都发现都可以用得到 比如说写评论的时候 你会比较容易比风带感情 写评论也带一点抒情的味道 写抒情的东西 带一点理性的分析 这是好处在这 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他的太太 林书伟 他以前跟我们讲 他说范达哥 你不要觉得我嫁了一个才子 我基本上我嫁了一个书丛 他搬家的时候 我们家到处都是他的书 满满的书 书房是书 厨房是书 卧房是书 客厅是书 阁楼是书 楼梯间是书 都是书 所以后来就亲 我后来跟二手书店 变得很好的朋友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 这个一个人有学问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看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是李后组的事件部 是不是 他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 特殊的情感 我觉得在他身上 我一直觉得文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 就是说我们讲文青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一辈子都是文青了 他如果真是一个文青 他不管做什么行业 他都会流露一点文青的那个本质 比如说 你也是文青吗 我想我是个老文青 老灵魂 不管哪一辈子 你刚说 一辈子都是一个文青 就很难改了 那我觉得李后组就很明显 就是他如果能够把文青的本质给抛掉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在宋朝活下去的 假设李后组写了这些东西 宋老板心胸宽大 就让他一直写 往下会是什么 你觉得 往下一直写下去的话 那就会变成宋朝的这些士大夫 可能都会把李后组当成偶像 那你晓得对皇帝来说是一个威胁 又来了 对是个威胁 的确是个威胁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 说了说李后组在汴京的那十几首词 把词转换到了一个世代父之词 然后王国瑜就说 从此以后北宋的大职人 几乎全部是祖术 他们用祖术 就是学去把他当祖宗一样的祖术 祖术李后组的路线 你想想看他如果活着的话 走出去皇帝走到旁边 站了一个李后组是他大臣 那时候变大臣了 可底下人都这样说 李后组 李后组 狗像来追星是追这个人 对对对对 你想想看皇帝会怎么看 所以对宋太宗来说 宋太宗来说 他到他弟弟的时候 他当然觉得这个是 一定要让你死 绝对 不能够让你再这样 因为他会感觉到威胁了 对我的对我的政权 还有对这个整个的这个 皇帝的权威是有威胁的 因为他的确 他那个词一写出来 其实汴京就在传送 大家都觉得他词写的很好 很好 对 士大夫都在传送 这就造成了皇帝一定程度的威胁了 这就让我们想到当年韩国瑜的现象 是不是 又要押韵了 又要押韵了 对不对 你记得吗 他当年寒流起来的时候 他每一次造势晚会 大家就在等他 今天要发表什么 这次选举不是也是这样吗 他一上来讲话 大家就要看 你今天要讲什么事啊 来来来 我们不要这样让人家觉得说你有什么特点 我们举个例子就很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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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兴德嘛 对一样嘛 赖兴德 赖兴德声势很高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他旁边的那个老板 老板 不一定觉得 蔡小姐 也不一定觉得没有压力啊 是有 有压力的 对不对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是不是 我们就蓝绿平衡了 你好真的 蔡世民之水到今天 还可以玉树临风 对不对 玉璃不摇 就是我们很懂的压运的道理 平衡 平衡 压运 然后事实的对不对 对对对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哎你范可卿怎么样 你看我帮你 我帮你拉回来一点 没关系 我没关系 对 反正我是访问你好不好 对不对 在这本书我真的希望大家 李后组事件部 李后组事件部 他真的太厉害了 李后组不过写了大概几百个字 好吧 然后蔡世民写了几万个字 各位有学位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谢谢蔡世民 谢谢 谢谢 李后组事件部 谢谢 这个 希望大家支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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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